白沙香公所与救国团白沙香团委会 共同办理卫教宣导即手工艺研习活动 这次活动假白沙香力图书馆办理 宣导内容有三大主题 一、登革热防治 二、氧虫病防治 三、防范硬氧化碳中毒宣导 因应登革热及氧虫病为澎湖县匡列之两大重要传染病 因此白沙香公所会适时利用时间广为宣导 建议降低本县登革热及氧虫病疫情发生 令氧化碳中毒为冬季常见威胁民众生命安全之事件 由于氧化碳为无色无味之气体 容量因瓦斯燃烧不完全 而造成脑部缺氧导致生命危险 希望透过宣导提醒乡亲提高警觉 注意相关防范措施 一点点觉得坏坏的不要等到说整个人晕了 那来不及了 就稍微有点怪味的时候 赶快停止洗澡 赶快窗户赶快打开 门窗赶快把它打开 这样会比较安全 尤其家里如果有老人家在洗澡 你要特别留意 他有没有洗很久没出来 要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冬天常常会发生的一个溢氧化碳的中毒 白沙香团委会为提供乡亲有更多休闲正当娱乐 又能动手制作环保用品 这次沿袭特别安排皮革饮料提带缝制DIY 让乡亲动手缝制小猪与小白兔造型饮料提带 相当可爱讨人喜爱 目前越来越多人有喝咖啡和饮料的习惯 可以替代塑胶袋的使用 不但环保又实用美观 参加的乡亲开怀展示自己的作品 整个下午在充实欢乐的气氛中度过 达到连移及吸收传染病防治概念 与提高对冬季瓦斯热水器的注意安全事宜 收获满满 心情愉悦 活动圆满完成 记者王海龙报道